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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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障参加者的安全 帐篷之间距离相隔1.5米 而且也会额外预备多几个帐篷 避免参加者逼在一起 疫情之下 所有的运动或者赛事都会取消 每年我都会有一次拜神的仪式 我希望可以继续这个传统 希望大家可以平安 比赛会否之后延期还是怎样 我们比赛是延期了的 延期是十月的 点睛仪式开始了 之后参加者会将水潑向龙洲 进行醒龙仪式 各个龙洲队会来回出海三次 寓意对神明的尊重 觉得今天的气氛怎样 变 今年疫情之后 正日就取消了比赛了 觉得怎么样 没那么热闹 人少了 我们就方便点 不用塞车进来又塞车出去 你们都开心点 我们不管了 照玩 爬龙洲我就不懂了 不过端午节就一定要认下节 就是碰一下龙洲水 希望可以冲走不好的东西 带来好运 不知道 为什么要过来玩沙 不知道 特意来玩龙洲水 跟回传统 龙洲水 游了身体健康 请快点过 你的想法是在Dragon Ball Festival? 大家都会享受 大家都会享受 沙滩人头涌涌 不过在赤柱大街这里 情况就大反转了 虽然是假日 不过人流不算多 以往人山人海的情况 就已经不复见了 马明和汤乐文 自从公开了戀情之后 关注到爆灯 他们一举手一投足 都引来网民无限的联想 对, 日前 汤乐文帮妈妈庆祝生日 是否社交平台铺的这张照片 马明虽然不在照片里面 但是网民立刻问 哪个开机 有眼泥的网民 还说在气球的倒影中 看到马明 似乎大家都很想马明融入 湯家 反而我说不如给他们些空间 下星期一新剧《杀手》 便会首播 不如我们把焦点给他们吧 《杀手》 劇集《杀手》下周一首播 今天个个华丽现身 迎爆登场 杀人是我专业 叩女是我专场 咖啡是我专利 生仔是我专科 对, 杀手 一只鸡也没给他走 你只会喝咖啡 我觉得喝住家汤才有男人的魅力 大家知不知道 我在电影里叫盐 大家别以为我是盐蛇 其实我叫盐王 是不是很厉害 大家看过就知道 《杀手》世界深不可测 角色性格独特 就和大家促读一下 劇集角色的关系 才能为快 两位士帝级 祥仔和阿Mo 赞做《杀手之王》 一个做过气杀手 一个就托着做神级杀手 她是一个隐世高手 表面上好像很多 其实不是 她是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 哪关系 讲有钱哪个阿Mo 她在这个戏里面 完全表达她那种 咖啡王子的优雅 你知道吗 她的主景就是一间咖啡店 每天就是在那边冲咖啡 和美女吹水 做回她自己 阿Mo 有没有不用练习 一来就可以开工了 做自己了 她真的 监制知道我喜欢咖啡 所以她拿了一部 专业的咖啡机 还搞了整个设定 都是一个真正的咖啡 所以她真的要我 一边冲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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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实在 在她的戏里面 跟现实一样 她收的人工又高 又不用怎么做 我们就出去跑到死 收的人工又低 投诉 张高秘密 不是 张高秘密 钱全部收了 跟那些腹肌一样 一块块块块块 当她一脱衣 你看到张高的那公斤 她也收了很多 是否想看 如果观众支持 杀手 收事好的 她收了的也给大家看 好 好 我们的女同事 我们的女同事 一中 一中好吗 全部给大家看 好 好 好 你很坏 很坏 三十年就派吧 起码都四十吧 四十吧 阿里 高灵 龚佳恩 江美儿 各个性感亮丽登场 但阿里在剧内 就变身为爆炸头 贪钱思拉 佳恩就反转成性感女杀手 我先给你看 四个美女 作为一些杀手背后的女人 你们会不会很苦 是苦的 杀手背后的女人 说话 杀手背后的女人 是苦的 是不容易做的 要熬汤 要服侍她 要令她满足 要漂亮 要温柔 她的样子很不同意 我想说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她半个 因为头半截 我们都是九十九骨 她非常看不上眼 当然女神 但缘分的事情很难说 通常有缘无分 这件事就发生在我的动作上 她就是命中注定 对 可能她多一个年纪 就会喜欢丝拉口味的 对 偏向我 但你不能提一下佳恩 这个杀手背后的女人 真的很特别 我负责打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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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不是这样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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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見就形容它做奇蹟料理 究竟奇在哪裡? 奇在它的餡料的搭配 餅底上有拉麵 拉麵上有叉燒 中間還要做一隻糖心蛋 這個薄餅有人甚至說 可以一次過激死日本人和意大利人 有沒有做事? 你請我試試吧 不過以下這件事就千萬不要試 根據禁毒處的統計 2019年首次被懲罰的吸毒人數 接近一半是21至35歲 毒靈超過五年 顯示隱蔽吸毒問題仍要關注 阿培今年28歲 終於開始吸毒, 維持了超過十年 你當初是怎樣接觸毒品的? 14歲的時候, 第一次接觸大麻 一開始是賣的 發現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去試 所以好奇心之下就去接觸第一次 過去, 他曾經吸食過可卡因 冰毒、K仔、大麻和瑤頭苑 2017年終於成功戒毒 那時候他剛剛被家人趕出門口 看到他其實真的是皮黃骨瘦 也跟家人關係很差 戒毒之後看到他也精神了很多 特別是參加了我們中心的運動計劃之後 其實他也堅持每天去做運動 而到今天他開始有一個目標 希望成為一個健身的教練 也準備在未來七月的時候做爸爸 也跟家人關係也好很多 阿培過去多次嘗試戒毒 都因為抵受不住誘惑再吃飯 要徹底戒毒, 除了要百分百決心 還需要家人和社會各界的支持 而這一天, 兩位運動員就跟他分享 克服困難的經驗 其實我小時候也患過骨癌 幸好我有家人的照顧和支持 其實在我的生命裡 無論是患病, 去做運動員 都會面對很多不同的困難 但我相信只要做人有目標和夢想 其實遇到什麼困難 我們都可以迎刃而解 其實在我運動員的生涯 尤其上一典奧運會 欠了運會很長時間, 其實也很辛苦 有一段時間也很迷失 但最後很有教練 有朋友的幫助 都可以成功取得資格 家人知道你吸毒都沒有放棄你 你覺得家人的支持 是否對你很重要 很感謝你們 最深刻的是婆婆 她每次都從長洲不識路 跟菠蘿去探訪我 擔著葵掌, 也很辛酸 享受生活有很多種方法 例如做運動, 記住 自在生活, 遠離獨奔 回來東張西望 受到疫情影響 2020年香港小姐競選 改以網絡形式進行 而全球大招募的截止日期 也延似到6月26日, 就是明天 各位有潛職的女生 快點把握機會 而且今年也非常方便 就是網上面試 所以大家的心情都可以放鬆很多 還有就是隔著螢幕 有什麼不想讓人看得太清楚的 鬼數位可以稍微遮瑕一下 昨天進行了第一次的網上面試 就是直播形式進行 很多網民一起看 給予大讚, 質素非常好 昨晚香港小姐破天荒 在網上直播首輪面試 由6號明擔任主持 網民可以一次過 看好這麼多位參選佳麗 還可以即時問問題 跟佳麗們互動 昨晚直播之後 有些高顏值、高學歷的佳麗 已經深得網民喜愛 在網上的討論度極高 我們一起重溫一下 年少網民都認為 打頭鎮第一組佳麗中 郭柏妍最搶劫 網民紛紛都稱讚他美 有網民還說這個厲害 我現在有一位學生 現在在香港大學 讀著商業和管理的教授 我希望透過這個比賽 去學多點不同的東西 認識多點朋友 23歲的廖惠儀, 個樣甜美 原來是空姐 平時工作的時候 有時候會到處飛 平時不用飛的時候 也有時候教瑜伽 以及接一些模特兒工作 我平時很喜歡做運動 去一些戶外地方, 去沙灘 受疫情影響 有些參選佳麗回不來香港 但是隔著螢幕 一樣可以參與面試 身處多倫多的劉映儀 出場的時候 拿到道具自我介紹 我在香港出生 三歲已經去了移民加拿大 對, 我畢業主修是犯罪學 她被網民帶讚有心思 不僅有網民還說她像洋出 第六組的佳麗 被形容為港姐寶寶班 因為這組佳麗年紀最小 全部都還沒過二十歲 大家好, 我是鮑爾黎卓彤 我現在十九歲 我平時最喜歡做的事 就是唱歌, 跳舞和吃東西 十九歲, 很年輕 讀成大工商管理學 第二次的她 當選之後 不知道會否進入年輕人聊天呢 最後一組出場的黃浩欣 隔著螢幕 都感覺到她爽朗的性格 看看她笑得多陽光 大學時是主修廣告的 我現在在一間運動品牌的公司 做運動大使 隸屬於健身的部門 她還應網民要求 馬上示範健康操 這樣做吧 如果想做三頭 就可以這樣做 對了 經常做運動, 難怪這麼健身 一晚看完這麼多位佳麗 真的夠養眼 如果還沒夠養 記得留意下一輪的 直播面試 美國內衣品牌 在銅鑼灣的旗艦店 今天貼出告示 即日起解散所有員工和關拜博 對, 我跟很多女生朋友 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都很不開心 其實這個旗艦店連地府 一共是六層 總面積有五萬平方呎 2017年的時候 以月租七、八萬 簽了十年約 其實…到2027年才結束 根據一般合約 可能要賠足九十個月的月租 那豈不是六億多?很慘 但慘的其實不止他們 統計處公佈 三月至五月的失業率創十五年來的新高 失業人口超過二十三萬 當眾建造業更加是失業重災區 入行三十年, 經過了這麼多次的環境 沙士、琴流感、移民潮 覺得最淡最淡的行程都是現在 到現在也好, 很多工藥都沒有公開 廢哥是紮鐵工頭, 入行三十年 過去人人都說紮鐵人工高 他說時而西易 已經很久沒有這支歌仔唱 我一開始入行時也不是做紮鐵 是做測量, 做了幾年 測量時也只有三千元 做一份紮鐵的學師也有七千元 或是雙倍薪金就可以轉到這行 每天我自己以百五十元一天 就差不多七千元一個月 其實是比較公開的 你不上班, 師傅也罵你 差不多一個月可以開到二十六天 甚至有些人要一星期 可以開三十天 三十年前做紮鐵日薪二百多元 今時今日, 日薪增加超過四倍 至少有一千二元一天 幾乎能說出的基建 廢哥也有份參與 包括西稅、城門隧道 近年的地盤已經買少見少 廢哥, 其實這是一個什麼地方? 這裡是我們以前的倉地 以前很清淨的地方, 挺乾淨的 為什麼呢? 那些機器外面有很多東西做 就會載出去, 做這些東西 但是後面還有很多機器 本身都是放在這裡嗎? 以前不是, 如果地盤很旺 當然全部都是地盤 為什麼會載回來呢? 要不就壞了 要不就外面沒有地盤 能夠容納它用, 就要載回來 如果外面有地盤有很多東西做 就不會在這裡見到它們 機器放在這裡不用 久而久之都變成廢鐵 零工程, 創地沒有人打理 雜草重生更顯得一片荒蕪 客觀環境因素影響 很多老闆都不肯拿這麼多錢投地 他們不肯投地 變成我們對上的上家紮鐵箱 又拿不到這麼多工程 他拿不到工程 就分發不下來讓我們做 我們接不到工程 工日更加找不到公開 對, 我們以前好景的時候 別說開玩笑, 只是說上班日數 可能一個月有二十五、六天上班 但相比現在來說 可能你上到十五天已經很厲害了 有些人可能一個月都不能上班 還不能上班? 也會有的, 尤其是散工他們 會不會是很多人都不能入行? 會的… 說笑話說, 可能走到公園坐也不定 客觀環境之外 開工少了還有這個原因 現在很多大建築商也好 甚至很多政府地盤也好 要求鐵料時間準確一點 就會在一些開鐵公司開回來 我們可以在地盤開工的機會 又少了一部分, 開鐵這一部分 工人就更加雪上加霜 強過也是紮鐵公頭 警方和快哥一樣 你年初到現在開了多少日工? 說起來, 現在算是五個月 去一個月左右 對, 也不會多得去哪裡了 少了多少工? 少了, 你五個月 只要一個月就少了 我也不會計算了 少了八成? 對, 少了很多了, 真是挺艱難 彭仔是吊雞車司機 鑿板, 落石市都很多需要我們去做搬運 以前很厲害的時候就要兩三天預訂 現在每天都在家裡存, 沒辦法 一個月做幾件事, 我沒辦法維持 現在真的很慘 慘的還有他們 世界各地職業運動賽事都因為疫情取消或延期 香港也不例外 近日有本地頂級球會 分別表示退出本年度的賽事 八月復犯的聯賽 本來十支球隊有四隊先後宣布退出 由於缺乏資金, 十一月的新球季 甚至有球隊宣布放育參戰 預計會有大量球員失業 對職業足球員來說 失業絕對不僅影響生計這麼簡單 張志勇在球隊擔任中堅 職業生涯超過十年 曾經代表香港參加省港盃 亦獲選過足球明星 他說減薪經濟各大球會的指定動作 你沒有說減了多少? 減了30%, 其實都是… 其他球會跟所有球員都談好了 只是補死月糧 其實叫做幫球會共渡難關 新球季將會從11月開始 不過他跟球會的合約 在六月底經已戒滿 早前他社交平台 向球會跟球迷說再見 表示一言難盡 這個自己也很理解 真的年紀方面可能大一點 或者我對球會可能沒什麼幫助 對 別這麼說 你也很年輕 鏡頭前他還笑容滿面 不過鏡頭背後 完全感受到他的無奈 至於歐陽耀聰 在2009年東亞運動會 他擔任隊長 帶領本地足球 在歷史上奪得首個團體冠軍 疫情之下 他所屬的球會最早宣佈解散 當時的球會 老闆跟我們華人都說 補多一個月糧 即是四月糧 本身很多球員都是到五月的份約 換言之就是五月的份量就沒有了 就去三月的時候出多一份量 之後就解約了 自己也有一點儲蓄 我知道很多球員有子女 又要供樓, 負擔得很重 應該對他們的影響會比較大 來季勾充希望有機會去海外踢球 他亦朝著目標, 不斷努力 有沒有踏路? 有, 希望踏到, 因為很難 因為日本始終現在是亞洲第一 如果香港球員過去 要以一個外援名額過去 我們要跟巴西 例如朗拿到, 斯朗 例如朗拿到, 尼馬那些競爭 但不會放棄 希望有這個機會過去 不過張志勇已經有心理準備 不能下班 結束十一年的職業足球生涯 自己可能會轉行 做健身教練 或者去找一些足球教練的工作去做 有沒有後悔過? 走這條路, 我沒有後悔過 始終當足球員 見識真的很多, 很多… 我想打一輩子, 打失一輩子 未必會有這種經歷 西班牙由三月開始封城 表演場地已經關閉了三個月 最近重開 其中有一個劇場 還舉行了一場音樂會 不過座位上坐的觀眾 不是人, 而是植物 這樣做其實是想表達一下 在地球未開發之前 周圍都是花草樹木的環境 亦希望大家可以反思一下 人和自然的關係 真的很有意思 珍惜地球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 明天繼續東張西網 再見 再見 好, 再見